抽象危险犯 它是属于一种犯罪类型 这种犯罪类型呢 它是跟另外一种犯罪类型 对立的就是结果犯 抽象危险犯是跟结果犯 对立而言的 那么结果犯呢又分成 食害犯和具体危险犯 食害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 它是指已经造成了 现实损害的这种犯罪类型 比如说故意杀人 那人已经死了 这种情形之下 当然就是食害犯了 与食害犯相当的另外一种 这个结果犯就是具体的危险犯 具体危险犯我们通常而言 是指它已经造成了 一种具体的危险状态 但实际上呢 这个具体危险犯的概念 还不够精确 具体危险犯的概念 实际上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 它是指的对具体法一 载体的现实危险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 这个概念 这个简短的概念 做一个解构 把它分成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威胁 威胁 那我们可以从语法的角度 对威胁这个词 进行一个分析 威胁本身 它是一个极物动词 如果做动词理解的话 它应当是一个极物动词 极物动词 就一定得跟一个兵语结合起来 使用 跟一个对象结合起来使用 所以在具体危险犯中的 这个威胁这里 我们可以推导出来一个结论 就是具体的法义载体 一定要进入行为的作用范围 具体的法义载体 一定要进入行为的作用范围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实际上可以看一下 如果有一个人醉酒驾死 我们判断这个人构成 醉酒驾死罪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根本不需要去问 当时谁在你的周围 你有可能撞着谁 这个问题是并不重要的 因为它是抽象危险犯 但是如果对一个具体的危险犯 我们就不能这样 具体危险犯就一定要问 你的行为造成了 谁可能因此而受损的 这么一种状态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一定要有一个具体的法义 载体进入行为的作用范围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具体危险犯 德语中的Defelden 他是从Defelden这种威胁 这个极物动词演化过来的 所以为了去 跟这个词语本身 所使用的词 语法上的词对应起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 具体危险犯 一定得有一个具体的法义载体 进入行为 能够作用的范围之内 那接下来就是 对这个具体危险犯呢 他还要造成这种现实的威胁 什么叫现实的威胁呢 就是不是纯粹我们想象出来的 而是他确实造成了一种 结果会发生的高 高概率的这么一种威胁 所以这个现实 我们可以从反过来进行理解 就是如果不是出现了一个 非常罕见的偶然因素 识害结果就已经出现了 所以他实际上离识害犯 距离是非常近的 所以这就是这个 结果犯和抽象 这个结果犯中间的 食害犯和具体危险犯 那么抽象危险犯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犯罪类型呢 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 去界定抽象危险犯的方式 一种就是所谓的 消极的抽象危险犯的概念 那他用的是一种 什么样的这个界定方式呢 就是但凡是所有不能放到 结果犯中的所有犯罪类型 我们都将他放到 这个消极的抽象危险犯 这个概念里面 都放到这个抽象危险犯里面 那这就会造成一种 非常大的危险 就是 所有的犯罪 如果他不构成结果犯 他都会构成抽象危险犯 那抽象危险犯 他跟法医之间的关系 究竟是什么样的 因为所有的犯罪 我们都说 他是广义的侵犯法医的行为 那抽象危险犯 如果我们只是对 从消极的层面 对他进行定义 就意味着我们没有 从积极的层面去分析 这样一个行为 究竟跟法医之间 有什么样的关联 所以这个消极的 抽象危险犯的概念呢 由于他没有跟法医之间 建立关联 实际上我们也很难找到 一种措施去限制 他的适用范围 所以为了去扭转 这么一种局面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不平衡的局面 我们一定得从积极的层面 去界定抽象危险犯 只有从积极的层面 去界定抽象危险犯 我们才能找到一种理由 去限制抽象危险犯的 这个范围 那这就跟法医联系起来了 所以我们 接下来呢 就会尝试从 法医的关系 这个层面 去从积极的角度 理解抽象危险犯 那如果要从积极的角度 去理解抽象危险犯 我们就要去分析 所谓的抽象危险犯的行为 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 跟法医之间建立的联系 因此 保护法医的刑法 要对这一种行为类型 做出一定的回应 好 那所以呢 基于这种行为 跟法医之间的这种关联 我们可以尝试把 当前放在抽象危险犯 这个框里面的概念 大体上分成以下三种类型 那这种分类的依据 就是行为跟法医之间的关联 我们前面讲了 结果犯 要么是行为 已经造成了法医损害的事实 要么是 已经形成了一种 对具体的法医载体 几乎要造成死害的 这么一种危险的状态 但是抽象危险犯呢 他跟法医之间的关系 都没有达到前面两种情形 这样的程度 所以他的这个法医关联性 是比较弱的 是啊 是 是 是 不是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